好了 所以 我们明白了这个道理 今天我在干嘛 履履太拳拳 我们学了好多东西去年 是吧 我们说 老说 我们练太拳干嘛 习练太拳在修心 养性 老说 练太拳是修心养性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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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我可以 不客气的 告诉好多老师们 是吧 可能很多人练了一辈子 你跟这四个字一点关系都没有 为什么呀 大家看什么是修心 我们又得学学传统文化了 大家看 这都是传统文化里的 人之一身 心为主 而心又为五官百害之灵 心之一动 而百害 听命也 我心意动 所有的身体 听他的 啊 官害不循规矩者 非官害 哎 这官字写错了啊 我能管了 官害 官什么呀 五官 害什么呀 海害 钢腿 股道 筋 啊 是吧 那就是我们的身体嘛 啊 官害不循规矩者 非官害之过 不是我这身体的罪过 不是他的毛病 谁的名 毛病啊 实 心之过也 啊 什么叫心啊 我们说心脏 这心意啊 心是什么 拉开 给这心 中国传统文化这心 不是这心 啊 我们老说修心养性 修心养性 是吧 他说的不是你这个肉的这心 啊 大家看啊 心者 为之道心 即理心也 什么意思啊 你有一个心 对不对 这个心 他明白道了 他懂道理了 这个心叫理心了 啊 所以叫 闽人心 而成之以道心者 为之修也 什么叫修心呢 闽人心 闽是什么意思啊 闽灭 灭 灭掉 什么叫人心啊 我怎么想的 我怎么认为的 看见没有 你的先生 心里老想好多事 我怎么想 是不是 我怎么认为 我有我的世界观 我有我的方法论 但是你这对吗 所以我们的祖先叫 什么叫修心呢 闽人心 把你自个儿的这个闽灭掉 成之以道心 啥意思啊 我得归到哪儿呢 归到那道心上 我的想法不算数 啊 道是什么呀 天地万无之道理 那些道理我都明白了 都占据我的心里 我确实我认可这东西 这时候我的心叫什么呀 道心 啊 那我的心一有了这个心了 我想事分析事就这么分析 我就出意义了 我的意义一旦出来了 我的行为就出来了 但是这个行为是从哪出来的啊 从道心里出来的 那你的行为就干嘛了该 就合道了 是吧 好 那各位老师知道我们去年一年干嘛了吗 第一我们在干什么呀 修心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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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是吧 为什么叫修啊 就原来你的心偏了 现在给它修回来 修到哪去了 俄语 道 道是什么呀 就是我们说的那些道理 现在大家老师们全知道了 全搁你心里了 你也认可了 对不对 你的心慢慢慢慢 你的心就变成了 接受这个东西 一旦接受这个东西 你就产生意识了 一旦产生意 你这个意出来了 看到没有 就合这个道的意识出来 意识指导行为 你的行为 就正了 所以修心是什么呀 不断往你的心里头搁什么 搁 搁道 搁道理 所以我们太极文化的培训是干嘛呢 第一步叫什么 修心 干这事呢 啊